Cost這個公司也不太長 我們差不多有10年了 2003年 跟很多影音 我們76也不太長,只是10年 Cost在HDMI公司發展的初期 已經是一個我們叫HDMI Addoctor 就是授權可以生產和HDMI技術有關的 一個生產廠商 Cost去做線和其他廠 有什麼不同呢? 它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這裡包括我們這個總結 有三個對自我的要求 第一個就是對品質上的追求 另外它對設計上的一些很細節的地方 它會不斷轉移很多不同的生產和工藝 所以希望儘量提高整條線的最後一個成立 另外它會提供很多的服務上的成立 包括我們有一個Lifetime warranty 所有的線材都是終身保養的 還有Cost其實它對整個我們的行業 可以做了很多不同的教育的工作 包括Cedia有很多跟HDMI有關的課程 譬如有些HDMI是Best Practice 怎樣才是最好的一種HDMI 應該怎樣去設計、怎樣去工作 它會做了很多的訓練 也都寫了很多White Paper 給到Cedia可以offer給它們的組織 這個是我們Cost最主要的管理團隊 我們怎樣說它對品質上的要求 因為你從這條線的背景 是哪些人去做這條線 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背景是什麼 我們的MD是David Mayer 他也是ISF 包括另外一個叫HAA HAA可能大家在接觸一下少一點 THX可能大家聽過 HAA是一個更加advanced的 audio calibration的一個 training的一個組織 專門去做一些很細節 比較高端的一種audio calibration 另外David也是Cedia 我義務的講師 還有一個HDMI的事項問題專家 我們叫Subject Matters Expert 另外就是James James在香港會比較多 現在James是我們的 Operation方面的Director 剛剛其實有介紹過 我們有一個HDMI Best Practice 有一個指引的一個顧問 也是Cedia的考試官 有很多Cedia 關於HDMI上的一些考試題目 就是進去去出的 也是我們Cedia有一個 叫做科技議會的 我們科技議會 英文是叫什麼chamber 是叫Technology Council 是Technology Council 他是Technology Council的副主席 另外一個也很厲害的 就是這個 Michael Schiller Michael Schiller 他是負責美國這邊的Director 但Michael Schiller 他之前的身份比較特殊 HDMI Licensing 即是現在HDMI技術的 被license的公司 所有要做HDMI有關的 線材或設備 其實這個都是要跟HDMI Licensing 這個技術 他就是HDMI Licensing之前 負責產品遵從認證的一個主管 即是一個Product 是不是我們MiddleHDMI的standard 其實是他當時負責的 是的 那我正式負責做 我出事 OK 另外一個就是有關COS的產品上的設計 他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 他現在有很多Product 其實已經是4K ready 就為了未來未來的4K的影音設備 應做好準備 另外一個 因為COS跟CIDIA有很多關係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產品 是為了做工程來設計 其中一個做工程 最需要就是怎樣去串線 就是你會見到我們的線 很多設計都是第一個 油氧性特別高 而且它的頭部會設計得越細越好 就不像有些其他品牌 會做到頭部很大 然後它的線很粗很硬 那它就為了做工程的設計 而方便傳線 另外有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好特點就是 摺頭的那個 防止脫掉頭的那個阻力 那我們最少是一個1KG 叫做retention force 到最高我們有另外一個 特別的工程的系列 可以做到3KG 即是說 我們的頭部 因為大家用HDMI 可能經常會發現 有時你搬搬設備 有些頭部 第一條線做得特別硬 而且頭部很重 有時你部機動一動 頭部會脫掉出來 你條線幾好都沒有用 頭部脫掉出來 其實它在這個細節上 是想得比較多 盡量令頭部可以插得特別實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BOSS 我們的Bitwise Optimized 的Soldering System 這個是在生產工藝上面 它就不是用人手看接的 所有cost的線都是自動化 有機器和外線的看接方法 是一個沒有接觸的一個看線方法 所以最後會導致 每一條線的質素都會有少許不同 另外這個就是 cost對服務上的承諾 第一就是所有cost的線都是 終身保養的 你用這條線 你用了多少年都好 壞了去換一條線 另外包括我們會有很多 包括環保方面 我們會用盡量多的環保物料 所以這個另外一方面 會看到cost的線 其實去包裝 就相對會比較簡單的 它就不會浪費很多的材料 去把線包裝到很大 很精美 因為其實它對環保的 這個意識是比較高的 另外我們也獲得了很多 不同的一些媒體雜誌的獎 另外包括我們穿線 這些線材有防波應徵 即是穿火的時候 就不會釋放你有毒的這些器材出來的 這個是我們整個產品的系列 在線材上面 我們共有六個不同的系列 有兩個 布和PRS 是專門針對工程的 另外影音法照有這邊 就是EVO到LUX 這個系列 另外我們有些Electronics的產品 就是這些 下面這些就是 可以專門用CAS式線來做Extension 即是說你一條可能 10米15米都不夠搶 不可能要留上 穿樓下 就可以用CAS式線來延長CASDMI 這裡簡單過一過 我們整個Series 這個是我們的扁線系列 就是給影音法燒油的 日門就是EVO的系列 它的特點就是 好像這個 特別是油管 很容易可以屈膜 特別適合現在 包括有很多電視特別薄的 因為這些電視很薄 你裝在牆上 要是你的頭太長太硬 電視很薄 但你的頭是後面頂住 一樣是很難撞的 這個頭可以屈到很細 這個就是EVO的系列 另外EVX就是EVO的upgrade 多了2%的導能 就會提供更加的性能 專門設計給一些熱愛看電影 音樂的人士 接著就是我們的EVX EVX是在我們出LUX之前的 一個最定級的產品 EVX有7%的導能 EVX 一會兒你再說 EVX EVX就是給一些比較發燒的人士去用 到最後就是我們的最終極的產品 就是LUX LUX就是12%導銀 特點 得到Jolking Jolking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但這隻DVE 應該大家家裡很多都會有 這隻很多人用來做攪機的 DVE就是JKP這間公司出的 JKP就是Jolking的製造 Jolking 它其實是在現代的 時貧系統裏面 有很多標準 都是去定的 LUX就是唯一一條 得到Jolking 認可 它覺得就是一條HDMI 的Reference Cable 就是HDMI的參考級別的一條線 就是這個LUX的系列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就是 專門針對工程 有些實際的情況 需求的一些工程類的產品 包括剛剛前面說過 就是適合穿線用的 鋪和PRS的系列 那PRS系列 剛剛我們說過 它的頭可以插得特別實 其實PRS可以做到 3kg的retention force 特別適合有些系統 例如你有一部投影機 會想想落落 可能會動的地方 它就插得特別實 那為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頭 這個位置 有兩個好像小小的 一個勾 這個特別的設計 就會特別咬住插座 令到你的頭 沒有那麼容易會掉出來 還有PRS我們長的系列 是有一個RADMEA的芯片 可以保證就是用比較幼的線 但是可以走到 我們最長是18mm 可以走到4K 就不只1080P 是18mm 可以支援到4K 那未來如果4K 投影機出來之後 就對這種可以走到 長線的4K cable 其實這個需求 就會越來越多了 那最後我們會有一些 其他的配件 這隻是一隻比較簡單 的extender 就用兩條CAT6或者CAT5線 最長的這個 只支援到40mm 另外一個可以走得長一點 就是我們HDB.1 這個就只需要用一條CAT6線 最長我們1080P可以支援到100mm 4K也可以支援到40mm 另外這個就是我們另外一個 Electronics的產品 就是一個4K的一個 4K的一個 4K的一個分配器 其實它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分配器 那麼少的功能 其實它有一個我們叫EDID 叫EDID的一個管理的功能 那麼它會有幾個EDID的模式 那麼專門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如果你那套器材 譬如出到聲音 出不到畫面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EDID的模式 來調動 告訴我們那個Display的器材 我們可以有幾個不同的模式 一個是All Minimum All Minimum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會讀了那兩部Output的器材 去支援什麼模式 然後拿最低的標準 告訴Source 譬如有時候你一個Source 一部機出到畫面 另一部機出不到畫面 就會拿回最低的Minimum 然後告訴Source 讓兩個設備都一起出到畫面 另外包括Audio Max 就是拿最高的音頻的格式 知道哪一個器材 可以支援最高的音頻格式 就拿一個最高的音頻格式出來 包括Copy Out 就是把一和二都是一樣的 一個EDID的訊息 然後告訴Source 另外一個All Maximum 就是拿了兩部機 看完兩部機 所以它是一個很方便 我們解決電腸問題的 一個EDID的管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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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